好像开始了吧 看看 好了 现在我把链接发出去 会议链接 中国非暴力革命论坛 男们快乐 B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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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好像能看到 我把声音关掉了 直播的声音 好 有兴趣的可以加入讨论或者是提问 我们听到 键盘的声音 鼠标的声音吧 不好意思 有点打扰 再发这个链接 看看有没有人进群 还没有人吗 现在已经快五分钟了 视频清晰度还可以吧 这经过几道转的 好像没有之前清晰是吧 光线问题 应该怎么样 没有之前 转了几遍 我来试一下设置里面 嗯 好像现在没法设置 算了吧 嗯 好像现在没法设置 还没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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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目前还没有人进来 我们就 那我们就现在来讲一讲这个中国的政治 叫什么 非暴的反抗运动 你想当年就是 首先说一下我母亲吧 我母亲很不幸就去年8月4号早上上班的时候 虽然65岁了 啊 六十几岁了 我都去年 啊 他是1951年出生的 哦 又66岁了 又是六岁半了 还在工作 中国没有妇女保障 上午又在这个国外 其实在中国 那很少有子女 除了那些贪官们 他们可以给自己的父母 让他们享受 呃 自己的免费医疗 呃 你普通人 实际上 实际上是没法负担父母的 一有 一生病 那就完蛋了 全家的所有的积蓄都没了 但是就是在他上班的过程中 早上上班的过程 八点过一点 八点左右 呃 被摩托车了 从后面撞上 然后那个骑摩托车的 实际上 上面还坐了一个人 估计会增加 撞的时候的惯性吧 增加重量 所以 呃 坐的那个人 开始说他 嗯 什么都没看到 后来估计因为受到压力了 因为我这边也 呃 呃 叫什么 採取很多 措施 很多行动 他就说他 嗯 看了一眼 看见前面有个人骑个自行车 因为他开始说他什么都没看到 他就改了 就瞟了一眼 看见前面有个人骑自行车 但是怎么撞到他没看到 所以我估计因为 当然一个是因为这个 牛小波 呃 呃 去世了 我很生气 因为以前用这个 曹春季去世的时候 我就很生气 导致我 这个就 从那以后就晚上睡不着觉了 那以前这个挺好的 睡觉 好 现在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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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好 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进来了吧 喂 你好 请问能听见声音吗 您好 这位朋友 下线了 好吧 我接着讲吧 然后就 我就很气愤 发了很多 要求大家参与活动啊 包括要 呃 呃 立即发动 呃 上街行动非暴力革命推翻共产党啊 估计他们就是对这个 对我 这个做法就非常生气 曾经之前有人警告过后 也 也 他们也 也 等三个月前就把我父母养的猪堵死了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就 哎呀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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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三个月后 再加上 有一个朋友 他在柏林 但是 也不知道他也没工作 但是他 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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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呃 养个孩子 两套房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经济男人是哪儿 有可能是为这个 台湾 呃 做一些情报服务 还提醒过我 他说你赶紧把你父母 接到德国来 我说到德国了 他怎么办呢 我说他们这个 一个年纪大了 学不了语言 另外一个 年纪大了 也 没法这个 工作 也 没法这个 享受社会福利 就 哎 你好 这听见你在那边 噪音哪儿 听不见 没人说话 这个朋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 不说话的 老是 我 老是 在这 一闪一闪 喂 你好 啊 他下线了 奇怪 这样吧 他说赶快帮我 我说这个 他们也 没有社会福利 他们怎么办呢 年纪大 首先是没语言 没法学语言呢 而且 即使学 估计也 学不会 或者是 也 来不及了 不懂语言 没法工作 他说那你先接过来待一段时间 他说我父母就接过来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再回去 避避风头 当时就是 一个是我要考试 另外一个就是我妹妹那时候要生小孩了 也没 毕竟 从小受到共产党的愚民教育的 也没什么独立见解 没什么行动力 估计再受到国宝的一些恐吓 他就一直拖着没给我父母办这个护照 没护照也没法办签证 结果就出事了 很不幸 你像这种事情就发生的很普遍 你像当年埃及的 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反对者 人家也是把他的 当莫巴布拉克是谁 把他的这个妻子 很有意思 刚才竟然受到攻击断线的 那么继续吧 好像还是断线状态 最后他又说怕我的行动不成功 反而把大家带入威胁 这个说法很牵强 国际观察家都认为很牵强 后来才知道他是受到威胁 然后他的妻子被谋杀了 所以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多这种情况 也反对着异议人士 包括了朱伟夫自己也被车撞 还有人的家属被车撞 但是后来那个柏林的那个人 他给我的解释 他说共产党可能当时只是想恐吓一下或者威胁一下 只想把那母亲撞伤 而结果那个家伙没出到问题 导致母亲去世了 后来我经过了解那个人当时喝了酒 而且当时他早上大清早喝酒很少见 而且他喝酒显得心事重重 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他当时可能有压力 过于紧张了 在喝了酒想给自己撞胆 喝了酒 至于那个车上坐了个女人究竟是为了监视他呢 还是他为了给自己撞胆 戴上了就无法知道了 所以就是 就是我母亲被共产党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为什么要说他呢 就是他当年呢 因为陈芬宝在进场挨披痘 他又采用了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状态 但是他不懂这些 但是出于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你首先得保全自己吧 这是人的本能 人有牺牲精神 那是受到了教育以后才有的 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有牺牲精神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教育的时候是出于母亲的本能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你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在一个 不是激烈冲突 不是战争状态 不是和野兽搏斗的那种 顺上腺激素 就是高度分泌 就是不是受自己控制的 不受理智控制的状态下 普通状态下 人都是为考虑省先保全自己 采取有利益的方式 就是他当年就是因为成分不好 受到共产党更多的压迫 当时他一个表妹 就是他的 好像是他救救的女儿 我们老家叫救救的女儿 结婚 他们就需要为没结婚的亲戚 他妹妹和表姐 叫送亲 就送亲 然后就请他去 他就去了 后来还给了他多少 两毛钱还是五分钱 钱也很少 人都被共产党剥削的 你想想 那时候肉才多少钱 几分钱一斤 所以就很多了 那点钱 反正他成分不好 也没什么钱 寄公分也寄的少 年终也分不到什么钱 那点钱他就留着了 当然他也应该觉得那是他的所得 但是生产队长就说 他给生产队长请假 生产队长不批 混蛋嘛 可能是因为成分问题 我母亲个子也小 因为五五五五十五 估计觉得他好欺负 然后他虽然有两个哥哥 他父亲也是当年修 共产党被强迫修铁路 给他捧粮不够 吃的不够 饿死了 死的时候还是 所以说他妹妹 就姑外婆去收尸的时候 看双手都是绿的 因为饿的没办法搓树叶吃 还是饿死了 他饭粮荡 吃的好 曾经他的父亲曾经打死过豹子 比较厉害的 他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 他那个哥哥那时候也是很软弱 个子也小 舅舅个子也小 也弱 他一个弟弟就跟不说了 比他还小 也不当时可能未成年或者什么 他就没批 觉得好欺负 当然也就是共产党就是这样欺负 你像当年我奶奶也是因为成分不好 拿肚子拿着就起不来 也就不停地拿 当然生活条件也差 农村人也不知道什么卫生习惯 但是被赶出住的那个房子 被赶出我们地主家的房子 好房子 赶在住毛棚 沟边 飞沟边 生活条件也差 所以就拿肚子拿不起来 拿着起不来 去去生产队说要支一点钱 支一块钱去看病 那时候还就是中医 结果那个生产队的部长哪个混蛋说 一个地主还要什么支什么钱看病 结果当时那个校乡干部 也是有点文化的 毕竟他们家跟我们家关系也好 当年我们家的民生也很好 反正地主也是人嘛 就批了一块钱 救了个命 我家人现在还很感激他 虽然这个人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你经常提起他 人还是在做善事 总是被人记着的 这就是所谓的 人记着你就有个心力嘛 这个心愿这个力量就很大的 世界违心造物 世界怎么产生 运行都是 我们现在无法解释 这都是靠人的愿力 我们打来脑里这样说的 当然那个 那个女的教授名字 第一次在电视里面 就不穿内裤 露镜头的那个 叫什么潘的什么的 他就因为说了这个愿力的事 受到很多人的骂 尤其中国隐秘的骂 所以就是多做善事 还是有好的 我认为这个人他会有好报的 所以当年就是没批 但是我母亲就很 我母亲虽然从小受到各种打击压迫 但是很倔强 他就去了 去了 然后拿到那点红包 后来那个干部就批读他 说你没经批准 你这个富龙子女 黑五内你没经批准 你这样去 矿工 去送亲 然后把你的红包交出来 我母亲就坚决不交 怎么批读他就不交 当然那个干部还是有人性的 毕竟我们随着 我也说过 我们随着还是 就是礼仪之乡 人家都很文明 你看我们家 在我们老家 如果谁骂人说很笨呢 那就是 非常 非常严重的 一种攻击了 你这样说 一般的很少人这样说 你看这个 我们至于二百五才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不会说 谁是二百五 不会公开说 比方说 我有一个亲戚 他就是个二百五 这样说你去喝一会 西南方言 四传话 什么 哈尔 翻哈尔斯掌 就是 哈巴就是傻的意思 一般人不这样说 一般人就说 甚至说 某人不知事物 就是很重的 说是某人笨 就是说他不知事物 就是很重的谴责 所以我们也不这样说 一般人只说 他这个 没见识 说没见识 就是很贬义的 有个人就说 他没见识 没读过说 没读过说 这就是对人说人笨 说人傻的 一种委婉的表示 最后来 那个队长也就算了 就没有 过分的迫害 这个 也应该表示感谢的 感谢的 为什么 你像我母亲 她又采取了 这个非暴力的策略 就没有说 我 谁在跟你吵 他就不做事 你不批 好你不批 不批家我就走了 这样 这就是一种不合作 就工人 我也可以不工作 像农民工 我回家半年一个月 三个月半年一年 我还有粮食吃 孩子可以还可以上学 你共产党就完蛋 是不是 就是一个是 就 不批而别 第二个就是 批斗我就站那 我也不跑 我也不反抗 也不跟你骂 但是你让我把钱交了 我就不交 这是我应该得的 而且这钱也不少 我就这钱交出来 也就被那些干单官们 买肉吃了分了 是不是 他们也不会用来做好事 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我说的 从早期 最早期 出来了少数的国民党当年的 即使国民党当年的所谓的特务 你像我父亲 现在可以说了 因为当时那个人已经死了 我父亲当时才15岁 就被 因为我爷爷那时候 要在家 一家老小要照顾 我父亲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然后 一个妹妹 她当时才15岁 你想想 她妹妹比她 她弟弟比她小3岁 就是12岁 还有一个妹妹比她 再 比我那个叔叔再小3岁 还9岁 可能我那时候 我叔叔那时候 最小的叔叔还没出生 所以 我爷爷当时 我现在 我妈 我妈现在也去世了 但我妈也经常说 我爷爷他们都很狠心 让一个15岁的孩子 去工地上去干活 成分又不好 穿个破棉袄 棉花都掉到外面 但是也有好处啊 但是修那个水库 黑屋湾水库 也在历史上很有名的 共产党现场 吹这个大水库 的确是那个水库 保障了很多地方的灌溉 农业 但是就是用人命来修出来 我外公也是那个年代 被强迫修提露去世的 所以我小时候就结婚了 我以为我外公是修水库死的 后来我问我妈 我妈是修提露的 就是 就是 呃 当时大家听到一个老人 那个人也是成分不好 以前国民党军官 然后跟我的大爷爷一样 我大爷爷当时有爷爷的父亲 我爷爷的哥哥 就是在这儿 随线保安团的军官 后来被共产党的所谓的 实际上就是土匪 称当个土匪 在回军路上暗杀了 嗯 所以那个人呢 就是 经常给我父亲讲 美国援助中国啊 所以我小时候 我父亲说 别人跟他争 哎呀美国多坏多坏 我父亲说 美国坏啊 美国援助我们中国 给我们大米 给我们粮食啊 哎 我就跟我们学校学的不一样 我说 不是啊 美国怎么会援助我们 欺负我们 然后那个说 你看你儿子就这样说 你儿子是上读书的 我那时候也 没读多少书 小学生嘛 但是他用这个来攻击啊 我父亲就觉得 啊是不是错了 觉得很尴尬 很伤心 是不是 你像这共产党 就这样害人 伤害一个父亲 伤害家庭的 和谐 和谐 愚民教育 让那个没有文化的 共产党洗脑的一个笨蛋 也没读过书的人 还觉得自己胜利呢 是不是 嗯 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讲说 嗯 这些实情呢 包括这个 他其实 他就是 那共产党的后来 潜伏下来的 不 国民党的 国民政府 特地摊和潜伏下来的 他也没有进行这个 暴力抗争嘛 他只是跟你这个 可以影响的 首先我父亲成分不好 年纪又小 就被强迫干活 这肯定就是 对共产党的不满 起码不会 感恩戴责 歌颂共产党 所以那个人就跟他讲的 所以我父亲 知道这些 然后那个人也经常讲 还有别的一些干活的年轻人 后来就因为父亲受到影响了 他们回去以后就也说 他才16岁回家的时候 说我要成立一个组织 把我们的被夺财产 再弄回来 然后就成立当年 就那样的民主政府 所以他也被打成什么 反革命 企图成立反革命集团 被打被打残伏了 十几岁的孩子 哎呀 这也导致家庭悲剧 当然我爷爷在被强迫 被共产党强迫去 到一个 到一个 安南山 为什么叫安南山 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 当年曾国的 叫曾国就是 以前曾国后来被 楚国灭了后 叫随国 改为随猴 就说你随着我吧 就带着一种侮辱 中国古代也经常搞这样的 境上的侮辱 精神压力 就当着他们的都城在我附近 在安居那边 就是 安居南边 就是过了河 就是叫云水河 应该云 云水河 在历史上有名的 随州近的有127条河流 都是发源地 没有一条从外地流过来的 而且淮河 历史上有名的淮河 有名的淮河 清淮河 就是随州发源的 我们有个镇就叫淮河镇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只是 就是 同名而已 后来才知道淮河 真的是从那发源的 呵呵 所以就是 安南山 云水河南边 叫安南山 一个米加工厂 当时就没有 那种米 都是用脸子脸的 用人工脸出来的 墨推脸子 就像 北方现在看到 你看北京有时候你去爬山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然后脸子脸出来的 有一个叫什么加工厂 我估计是用柴油的吧 就派我爷爷 我爷爷个子大 身体好 派他去那干活 扛了多嘛 两百斤 道路不换街 两百斤大路不换街 因为我们南方人 是种大路 种道路的 他后来就 回去了 我父亲被打成那样的 然后他就 那时候也有休息嘛 可能也是通了 他就回去 那是毕竟农村 所以还是礼仪之乡嘛 还是比较安静的 所以就 看看是不是在直播啊 怎么有个问题啊 就 通知他 他就回去了 回家看见我母亲 我看见我奶奶啊 在和 说什么在和邻居 还在说笑 不在说什么 还在笑 然后他很很伤心 说你这个辅导人家 真是没见识 你儿子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还笑在上面 那也倒是家庭不合 可能我奶奶就是那种 薛根基尔的人 我也不知道 他很小 我叔叔很小 他就死了 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死了 也是因为 得不到好的医疗 也估计吃了太多磨烂了 已经不觉得有什么 我爷爷毕竟是读过书的 当年他是去大学上大学的途中 去武汉上大学的途中 因为他父亲死了 他父亲36岁就死了 不知道是怎么 是不是被攻击到猫烧 这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回来了 当年要走 去武汉 说我们现在休怒的 开车一个小时 但是当时也很难的 坐在他们家有钱 是弄的马车 或者是油车 他说是车 走到路上 后面人赶上了报信 其他人马赶上去报信 说他父亲死了 他回去了 毕竟是读过书 可能还有点这个 所谓的 叫什么呢 多愁善感吧 所以他会很伤心 所以就说这些就是什么 共产党残暴统治 这种题外话 给个人家庭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当年就是这个人 他们就 我父亲他们 你想他们就受到那个人的影响 那个人也没说你们去搞暴民革命 他们也是现私下发展人 当然也没成功 后来他好像就是在后来的运动中 文革是什么就被真死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革命 是国民党留下的这个 特务啊 或者是地下联络人员啊 真的去进行这些反共的策祸啊 或者是组织活动啊 然后呢文革都被整死了 这一方面 另外你看你研究历史 各地很多 他们都是 包括这个国民政府的 这是应该是很正式的组织吧 他们都是组织的这个非暴的途径 包括各地的农民 你包括当年反抗这个小杠村 反对的叫什么 他们搞这个 他们搞这个 反对 分田 反对集体经济 大 叫什么 叫什么大集体 当年饿死那么多人 他们也是进行的非暴的反抗 也是自己 私下把地儿分啊 种 然后就产量很高 不仅养活人啊 还有很多余粮 这都是很有名的 是不是 包括各地这个 非暴的运动 这个 反对什么 建垃圾厂啊 反对垃圾分销发电厂啊 这就是 要提到李鹏家族了 那个250 李小林 连奠基原理都通不过了 没考上大学 北京的分数那么低 他就考不上大学 300多分 这些高干子弟 都能上北大清华的 他连个本科的上班了 跑去什么 天津去上了个专科 然后怎么七转八转 又转回北京上大学了 连奠基原理都通不过 后来大学校长一定不让他通过 不给他发毕业证 后来他又 又 学校竟然 换了校长 而且把这门课给取消了 让他毕业 电竞原理多简单 我们就上初中高中都学过的 他都通过不了 有什么办法 这种笨蛋 到处建发电厂 你看各地的反抗争动 也包括这个被迫害致死的前运会 他也是非暴力 他也没组织村民 进行暴力反抗 他也是组织村民 参与这个村民会主任选举 选他当村民会主任 带领大家抗争 结果他也难逃 共产党的魔掌 是不是 就是 导致很多连锁反应 包括后来 屠夫被抓 这就是他的罪状之一 但是他们的这都是自发的 就说明这个虽然就是没有行政全国的联合啊 没有成功啊 但是说明这个非暴力运动在群众中是有基础的 你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包括这个什么子女有些地方强拆学校啊 或者什么合并学校啊 大家的抗议啊 也都是非暴力的 就组织性的 所以你进行这种组织 你没必要去发动他们进行这样的抗战 他们自然的就会抗战 因为涉及到他们的具体利益 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一些理念 一些行动策略 然后在这行动策略 同时你告诉他们这个民主自由政治 他们就会有那种追求 他们可能自发的想法就是 哎呀我要去争取我自己的孩子上学的权利 我自己的平等养老待遇这些 或者我的田地不被占 但是你如果告诉他民主自由制度能更好的保障他 他们就想要种下一个种子 他就会想办法朝那方向努力 当然首先保证现在的那也是第一步的 这是人之常情嘛 你不要说他自私 自由民主制度不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私吗 保障每个人自己的私利嘛 自私并不是说是伤害别人 首先你必须你像这个德国的刑法规定 你首先你只有这个Garton 就是Garton 就是你比方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 你的妻子 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下属 你对他负有这个义务 他出事了你救护他 这是你必须的 是不是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性的义务 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 他溺水 你能救他 而且对你没有造成生活 生命危险 没有任何伤害的话 你你救他 这个你必须救他 但是这个就是次一步的 首先必须是这个家庭 同事朋友 就非常近的朋友 不是非常近的 不是你的下属 你也没有任何义务 就是所以这个 你如果你不能保障每个人 私利小圈子的利益和谐 社会也就不会和谐了 所以就是大家 哎呀这个视频一闪一闪 有人攻击 有意思 估计是谁 甚至就打入我们这个 居民内部的 共产典也绝对修买了一些的 所以就是利用这些 然后你就把那个柱子 我们现在上面讲的柱子 你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给它削弱 然后把它搬到我们这边 接成我们的新柱子 所以就现在我们再等等 有没有人上来聊天 视频还在直播吧 希望如此 网络是到攻击了 刚才有人打电话过来 估计就是想想想想搞什么破坏 也不说话 打电话就来 有人发言吗 在这等一等 没人发言我就关了 15点也到了 我订这个房间 就订了13点到15点 其实年纪大的农民 大家不要去尝试 是没法组织的 到时候教会可以组织他们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大家也应该去多向教会的这些人 传播一下这些理念 他们很多人就是 没有这种意识 他们只是为了就是维护自己的信教的权利 所以如果你告诉他们一些非暴力抗争的理念 方法 包括这个民主自由制度 会怎样保让他的孩子 孙子 包括自己的养老 这也绝对会起作用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努力 包括城市平民中的 一些老年人 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可以去做工作 教会所说的做神的工 然后有些很多 像北京这个教会里面 很多都是这个外界来的打工人员 就是小白女 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些宣传 现在是不是因为太晚了 现在是三点 国内就晚上十点 星期五 不知道大家视频看到没有 视频是还在直播 虽然中间一闪一闪一闪 行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 我也必须把这个设备归位清理 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更多的人参与这个讨论提问 你自己现下最重要的现下的实际活动 如果在国外的有这番研究 曾经有这样的实践经验的 在国内有这样实践经验的 以及现在在国外仍然在实践的 也欢迎大家来 在这给大家讲解解答问题 OK 拜拜 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周末